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教育视频 我是老师 今天老师要和大家分享 五年级设计与工艺的第83页 今天我们来策划和制作储水种植箱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情境 你的阳台很大 何不种些农作物 既省钱又能美化环境 不如我们尝试自制储水种植箱吧 好点子,让我们先去购买花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位同学 他有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策划和制作储水种植箱 首先我们来进入第一个环节 就是绘制草图设计 那在绘制草图设计这个环节中 有什么事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呢?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储水种植系统的操作原理 这个操作原理 老师在之前的视频就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 如果还没看过的同学 欢迎你到老师的频道去看看 接下来我们需要先考量组盆的外形设计 和储水槽的大小 那除了这两项需要注意的环节之外 还有什么事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欢迎你在下方和大家留言 先了解储水种植系统的操作原理 再扣式设计 然后我们用草图呈现出来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翻开第84页 我们来说一说草图设计 课文呈现的一共有三个草图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 第一个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PVC管 那这个是长方形的水盆 这边有一个溢水孔 然后最下面这一边是一个储水槽 这是一个有细孔的塑料盒 下来我们看草图二 草图二它这边有一个水位剂 是使用铁丝和泡沫塑料来制作的 这个是PVC管 这个就是在各大超级市场 都可以买得到的矿泉水桶 这不是普通的矿泉水壶 它是一个矿泉水桶 那为什么不要用油桶呢? 因为油脂它其实是对植物是不好的 所以最好还是使用矿泉水桶 下来这边有一个溢水孔 这个是除水槽 同样也是底部有细孔的塑料盒 所以从这边我们已经看到一点点概念了 很明显的是草图二比草图一更优秀 因为它有水位剂 接下来我们看草图三 草图三它就已经容纳了这个水位剂了 同样的跟草图二它也是使用铁丝和泡沫塑料来制作的 这边有个PVC管 这个是一个铁桶 这边有一块硕楞板 同样的这边有个沥水孔 这个沥水栏就是平时爸爸妈妈如果炒蔬菜的时候 他要洗那个蔬菜 他就用的那个沥水栏来的 所以跟上面有一点出入 上面是打了孔的塑料盒 这个是沥水栏 所以这边就是除水槽了 好同学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任务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草图四它是没有设计的 所以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设计一个草图四给老师 也就是在你内心深处 你觉得你设计出来的这一个储水种植箱是怎样的呢? 把它设计好之后 画在你们的练习簿里面 然后通过WhatsApp交给老师 清楚地描绘储水种植箱的结构 并标记组成的部件和使用的材料 好所以你们必须在你们的草图里面 描述你们的储水种植箱结构是什么 并且标记它是用什么部件组成的 那今天的教学视频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